女生的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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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畢業的時候就問姐姐 欸我其實很喜歡唱歌 很想要來台北這邊學習音樂啊 她就一口答應說 妳來可以住她的房子 這樣跟她一起住 那是其實只給自己一年的時間 比賽前就其實有決定要回去馬來西亞 就要考執照了 已經要放 對我覺得好像真的沒什麼發展 我回去好好當個律師吧 是是是 人畢竟還是要養活自己嘛 剛好就在這個時間就 收到有一個可以試鏡的機會 結果最後 結果就蠻順利的 不知道為什麼就很幸運很順利的 慢慢的走到了後面 所有女生 你好大家好我是陳樂榮 今天訪問的是馬來西亞來的新人 李佳歡 嗨大家好我是李佳歡 路仁大哥好 佳歡好 路仁大哥好 其實我們剛才在訪問前已經先聊了 吳亦樂福 而且 佳歡是馬來西亞嘛對不對 但是會好多種語言 對 為什麼 我們一般說的國語嘛 台灣的國語 對然後馬來西亞也是我們的國語 對然後英文 英文 然後我家裡是講粵語的 廣東話 廣東話 沒錯 可是你還會客家 客家話我是我聽得懂 但我可能講的就沒有那麼好了 是是是 對 然後還會 台北上還會一種馬來西亞的普通話 滿中文 對 好像會有一點差異是不是 會會有很多差別 你可以示範嗎 可以啊 那例如要說 你今天好嗎 你吃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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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通常會用 要念了 對 好 是什麼時候決定 走上唱歌這條路呢 從小就是 有學生樂 很喜歡唱歌 就 長大過程中很喜歡唱歌 學生樂 是家裡送去學生樂 對 你是唱女高音 對 女高音花槍的小時候是唱 那時候你們唱些什麼歌 像是文藝歌曲的那一種 像 也有一些名歌 就 你現在記得任何 可以唱一兩句 好啊 兩種方式的 一種是名歌方式 也是姊姊以前比較常唱的 就是那種 小北一樓 黃悠悠 就這種 是是是 還有一種是比較西方的嗎 有點像是 Opera的那種 但就唱中文的 像是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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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 真的 那時候 家裡為什麼會想 送你們去學生樂 那要感謝姊姊了 因為姊姊就 從小對唱歌比較有天分 然後他的校長就 就覺得 這小朋友很有天分 就跟媽媽說 你要不要送這小朋友去 學生樂 學唱歌 這件事情 我媽媽就 把他送去了 就一起 但因為我跟他年紀差距 有點大 然後我從小是 他上課的時候 我都會在旁邊看 然後到大概我六歲的時候 我媽就說 覺得妹妹年紀 你可以去上課了 就順理成章的 把我送過去 也是同一個老師 對同一個老師 嗯 沒錯 可是你覺得 因為這些跟流行 還是完全一個很大的距離 對 所以你唱這種聲樂的 唱到什麼時候 才轉換成 其實十三歲開始 我就開始有唱流行歌 但完全轉換唱流行歌 大概是十五十六歲 那時候就有跟家裡講說 我不想學 就走了 也不是 就是有跟老師討論說 因為老師也知道 我其實很喜歡唱流行歌 然後就問老師 老師 我想要學流行歌 因為唱流行歌的方式 跟唱這首 完全不一樣 共鳴 沒錯 所以你另外又再去找別的老師 還是就自學 就同一個老師 但後來因為老師的女兒 她有在韓國學習聲樂那些 然後她有回來 就回去馬來西亞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老師 學了一些韓文的歌曲 就跟老師的女兒 對 跟老師的女兒 這很有趣 對 然後就一直學到大概 像大學前吧 然後因為要出國念書 就沒再繼續 但像坦白講 家婚像你這樣的學習 我覺得對台灣的心理來講 比較少 就很少人是在學生時代 就去學唱歌 對 沒錯 我幾乎沒有聽過 頂多就是他們自己會唱 然後去參加比賽 或者跟社團裡的人玩 很少有真的拜師 但我覺得在學唱歌 這件事情在馬來西亞 好像蠻盛行的 就是可能很多父母會送孩子 去很多不同的才藝班 是是是 舞蹈班 還是會畫班 鋼琴 吉他 好像馬來西亞的父母 都還蠻鼓勵 對 我們這邊可能會送他去學樂器 對 或是一些運動類 但直接學唱歌的 可能這邊的風氣比較不剩 所以後來真的轉去流行之後 就開始旺向流行歌壇了 是不是 有一個目標 在心中 那時候也不敢多想 因為那時候其實姐姐也 還小吧 對 我就想說就是 先把書念好 因為我自己也不是念音樂專科 後來念的是 我念法律 然後 那時候當初很想要往音樂這方面走 但是我覺得我的 只會唱 然後樂理方面沒有 真的沒有那麼扎實 那我就選擇念了法律 但念了法律 有唸完嗎 有唸完 但就在畢業 快畢業的時候 我就 就問姐姐 我其實很喜歡唱歌 我其實很喜歡唱歌 他很想要來台北這邊 你問問他的意見 對 學習音樂啊 甚至就是表演的東西 我很喜歡 他說 你別傻 沒有他就說 一口答應說你來 就是我問他 姐姐照顧你 也沒有 他就說就是 可以住他的房子 這樣子跟他一起住 對 那時候就是 先問了姐姐 確定我在台北落腳的地方 有落腳住但沒有吃飯的錢嗎 會不會 那時候呢 那時候有點這樣子 對 就是靠姐姐 那時候都是靠姐姐 這樣經過多久 一年吧 一年而已 對 一年 因為那時候我只給他 你爸爸沒有給你錢嗎 我不好意思 就是因為身邊的朋友都 已經就業了 對 然後我只有我一個感覺 在大家眼裡是無所事事的 就飄飄蕩蕩的 對沒錯 那時候也還沒有比賽嗎 還沒比賽 我那時候其實只給自己一年的時間 比賽前就其實有決定要回去馬來西亞 真的啊 就要考執照了 已經要放 有點要放棄了就對了 對我覺得好像真的沒什麼發展 我回去 好好當個律師吧 是是是 人畢竟還是要養活自己嘛 對 對我就決定要回去 都已經跟姐姐說 我要回去了 我決定我要回去了 我姐姐跟我說 你確定嗎 我說 對我要回去當律師了 然後 剛好就 在這個時間就 收到有一個 可以試鏡的機會 然後我就去了 就覺得 反正 我9月才要回去馬來西亞 念那個 執照的那個班 然後 就懵懵懂懂的去試鏡 然後很順利的上了試鏡 然後第一次錄影 第一次錄影是9月頭嘛 想說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 不是比賽型的人 我大概 可能唱一首吧 就會被刷掉之類的 然後 因為是9月頭 那 刷掉也沒關係 我9月我也這樣去考 對還來得及 沒錯 結果最後 結果就蠻順利的 不知道為什麼 就很幸運很順利的 慢慢的走到了後面 最後得到的名次 跟大家講一下 最後 是我 十三強 十三強 升零著玩 對 對不起 參加比賽是比賽嗎 嗯 也不等於會立刻會出現一張 沒錯 那這個機會有怎麼出來的 這個機會是我遇到製作人 劉正豪老師 就是那時候 其實比賽前就有遇到老師的 也有幫老師唱一些Demo啊 然後 甚至老師有邀請我唱一個電影的插曲這樣子 對然後 到比賽的時期 其實他也算是 就是跟我經紀人一起問我要不要 參加比賽這樣 OK 就是他們 在鼓勵你 讓我有一個試鏡的機會 其實李嘉芬光講話我覺得聲音就很好聽 謝謝老師 唱歌是不是會更好聽呢 謝謝 我們現在要不要去驗收一下 好 其實專輯的風格 是走向 其實是專輯的概念是旅程的概念 因為就像我剛剛說的 就是原本沒有 原本沒有打算要走進這一行的 已經要回去了 已經要 但就是很幸運 就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到了現在 還擁有了自己的專輯 是 對 所以裡面有各種不同風格的歌 嗯 嗯 你自己以前有特別喜歡哪一類的 你常聽的 我很喜歡像是 啦啦老師啊 林偉佳老師 所以還是比較內斂一點的 對 你不喜歡舞曲 欸 也不到不喜歡 但就是我比較喜歡安安靜靜的聽歌 所以唱也就是比較常唱這一類的 對 沒錯 所以製作老闆也有從這個方向去 也有 去打造你 對 但像開放世界這個比較酷的是因為 寫詞的葉運動畫老師 他有把我的英文名字 因為很多人會把我的名字 卡夫唸成 卡飯 卡飯 開放 就是諧音的感覺 哦 嗯 好 那跟他講他為什麼英文名字叫這個 因為 有些人會看不懂啊 對 卡夫 是因為 是因為 歡的粵語是 Foon 對 所以就是卡夫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是卡 對 這很酷 了解 剛好歡樂 F-U-N fun 也是啊 可是你們也要念Foon 對 好 那我們現在來現場聽一下 你們先唱哪一次 那就開放世界啊 唱一小段 好 所有旅行 都是在集點裡 尋找結局 我的野心 最開放世界裡 被挑釁 大家是不是常常會練習真假音的互換 對 假很喜歡唱歌 對 這是以前15歲就會唱的 還是後來才練的 都有 我覺得是一直慢慢在累積 對像是 其實錄製專輯的時候 我覺得好困難哦 但是我覺得錄了專輯好像又有在生活 又練功了 對 你知道為什麼會困難 因為你以前都唱別人的歌 對不對 沒錯 其實是有個reference在那邊的 沒錯 但如果你面對陌生的詞曲 對 你就是唯一的主角 沒錯 我要怎麼把它唱成有自己的感覺 所以同一首歌你也會試不同的唱法嗎 同一首歌會試不同的唱法嗎 在錄音的過程就會問製作人 你覺得這個唱法比較好還是 可是你在家會先練嗎 錄音前都會先練 對 你練的時候會有準備好多種 對 我會先思考 看哪一種比較適合 對 還是例如要這個點 你覺得是這邊先換氣 還是我先練完這個再換氣 哪一個聽起來的方式 製作人會覺得比較像是這一首歌 所以你算是用功型的錄音者 對 我有遇到一個瓶頸 在這首歌 有一首歌叫過期了 過期了 對 那時候 因為錄製這首歌之前 前面錄的幾首 也沒有覺得非常順利 但錄這首歌的時候是 當天去到錄了一整天 製作人跟我說 小河你今天可以先回家了 我們再找一天來錄吧 今天錄的大概都不能用 就被打槍就對了 對 然後呢 那時候覺得 我好像真的不會唱歌 新人有時候常會遇到這種震撼 對啊 因為其實那首歌 剛收製作人說要收錄這首歌的時候 你還蠻喜歡的 我就覺得 真的要這首歌嗎 它好難喔 因為它是三拍子的歌 我覺得它好難喔 三拍子有的人不是覺得很舒服 但它太多字了很碎 然後我就覺得 確定一旦 製作人說 對 就是這一首歌 然後所以我自己在第一次唱的時候 其實自信也非常不夠 不足 不足的 然後也很怕 了解 第一次 就很不順 對非常不順 非常受到打擊 有點覺得自己 是不是真的不會唱歌 後來怎麼突破呢 後來過期了 後來過期了 我記得我那時候 因為拍子不好嘛 我就把那個節拍器 開著一起 對 開著一起 對 然後我甚至 因為我有時候出門 我會聽 帶耳機聽音樂 我就把節拍器 就用拍子 就把它 把它錄進去 對 把它錄進去 把它放在那個歌裡面 對 就一邊聽 就一直聽 然後一直唸歌詞 一直跟著唸 沒有唱 就跟著先唸 對 唸 那現在呢 現在OK了 現在OK 突破了 好吧那我們來驗收一下 過期了 好 這首歌在講什麼 這首歌是 其實在敘述過期了的愛情 對 你有嗎 我有嗎 我就是剛好在錄 戰績的時候呢 就是 剛好到期 對 剛好到期 對 剛好到期 好我們來聽一下 好 長大了 不可以才單純 不可以才天真 永恒 是給人想像的 不必太認真 不愛了 一句話中呢 成為一句外人 過了 不要再留戀了 不要再挽回了 夠了 就不要再咽了眼給誰看 誰心疼 是時候承認 誰的愛過去了 不過我感覺這首歌更不是你的故事 對啦 我覺得你沒有那麼悲啦 你的個性 對我個性沒那麼悲 我覺得你個性不是那麼悲的 對所以我剛剛其實收到歌詞的時候 我就覺得 嗯好多字完全沒有感覺 哈哈 但剛好那首是經歷 就是失戀的時候 就剛好有唱出 是馬來西亞人嗎 欸 是我以前的同學 對 就是馬來西亞那邊 對對對 因為你來台灣就拋棄他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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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我來台灣之後 我們才重新聯絡回的 對 但後來還是決定放下 對 距離太遠了 哦 我要點一首歌耶 好 有一首歌叫油畫 對 這首歌還蠻特別的 對是吳家輝老師寫的 是 嗯 他在講什麼 欸這首歌就比較甜蜜 就是兩個人 就是走向同一個 很漂亮的畫面 一個畫面 對 你現在可以唱嗎 可以 彷彿人間是一幅畫 畫面聽歌中有個他 牽著我的雙手 向著牽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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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就是比賽結束 就是快一年 然後就已經有了自己的作品 對 但就是 有點像是 有一個成績單交給爸媽看 欸 那個你們 讓我來台北追夢這個決定 我還是有做出一些成績單 這樣子 對 先努力唱歌給大家聽 沒錯 對不對 看看後面路怎麼走 沒錯 謝謝新人 謝謝任大哥 謝謝 彷彿眼前是一幅畫 畫面聽歌中有個他 親中